正手利用弑神吸引善一郎的注意 最后成功将结界刺入善一郎的身体 善一郎已经无路可退了 却不料他竟然大喊一声 你们听着 树药解除了 正手十分惊讶 现在自己面前只有善一郎一个人 他说的你们究竟是谁呢 突然 善一郎竟然分裂成了五块 他们分别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朝着五个方向及时而去 看起来竟然好像血肉爆炸一样 正手甚至来不及看清楚他们的模样 只觉得一阵旋风过后 巨型龙卷风就平息了 海面上各个方向 出现了五个稍微小心一点的龙卷风 都在朝着远处快速逃窜 搞得正手也不知道应该是追谁 那家伙竟然可以令身体分裂吗 转眼之间 五个小龙卷风 已经快速在海天相接的地方消失了 正手十分挫败地蹲在结界上 还是让他跑了呀 难道自己拼到这一步 还是白来了吗 此时正手突然发觉 自己身后好像有什么东西 正从天空坠落 他回头一看 发现竟然是善一郎的衣服 衣服里面仿佛还有一个肉块 正在流着血 正手赶紧用结界将肉块接住 突然 一阵小旋风刮过 肉块逐渐变成了一个人的形状 那人浑身是伤 已经爬不起来了 只能微微抬着头看着正手 眼神里充满绝望 正手迟疑地询问 你就是善一郎吗 那人磕磕巴巴地回答说 严格来讲是没错 其实善一郎不是一个人 而是由兄弟六人一起组成的 可是现在哥哥们跑了 将他一个人舍弃了 尽管他无数次恳求哥哥不要舍弃他 可哥哥们最终还是将所有伤 都推到他一个人的身上 然后将他扔了下来 青年随后跪地痛哭 说自己的哥哥不要自己了 枉费自己那么尽力 为了哥哥不惜将身体改造 将一切都奉献了 青年痛苦地咆哮着 看着眼前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好像随时都会断气的青年 正手突然不知道 应该说点什么安慰他了 而青年突然心一横 就对正手说 你杀了我吧 反正你也是来杀人的 杀一个也算是没空手而归 我已经无所谓了 正手不知道怎么弄了 只好让青年不要动 可青年突然抓住了正手的衣服 让他不要现在装好心 反正自己现在也没救了 杀我吧 我明白的 哥哥他们已经不是人了 挨弱心死的他最终晕了过去 正手看着这个失去求生意志的青年 突然想到了临走前 傲久尼对自己说的话 你们的遭遇明明就很相似 像你们这样的人互相攻击 我不认为你可以毫无犹豫地杀了对方 单先生其实也挺可怜的 等你知道真实情况以后 只会换来唏嘘 正手看着越来越虚弱的青年 赶紧打电话通知医疗组的人前来救治 他真的不想这个年轻人死在自己面前 两手从沉睡中醒来 看到自己正身处于一个十分庞大 但是陌生的房间 他缓了一会儿才想到 自己是在奥九尼的大屋里 两手赶紧起来穿戴整齐 他要快点逃出去找哥哥呀 可他走了好久也没找到出口 甚至没看到一个人影 这里门实在太多了 两手越走越着急 他要赶紧找到奥九尼 问清楚大哥的位置 要跟大哥说明白 不要偷偷在暗处做危险的事情了 因为大哥和妈妈 都不是活在阴影底下的人 当两手在一个转角的时候 正好以迎面走来的人差点撞上 两手看着面前这个浑身狼狈的年轻人 这不就是他一直寻找的哥哥吗 哥哥身上有血的味道 他一定是又受伤了 两手还没来得及说话 正手就率先开口询问 你怎么会在这里 两手火气一下子就窜上来了 他怒气冲冲的询问哥哥 这个问题应该我问你才对吧 你把善一郎怎么样了 可正手不想回答两手的话 他憋过头去 问两手奥九尼跟你说了什么 你还听到了什么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两手怒气冲冲的瞪着正手 闭嘴 现在是我问你 是我问你呀 正手于是习惯性的想说 这与两手无关 但他话还没说完 两手就怼了回去 他大叫着 不要说都跟我无关 妈妈被怀疑是狩猎神佑地的犯人 然后疯使善一族来咱们家里捣乱 现在你去单挑善一郎后 一身鲜血地站在我面前 你凭什么说跟我没关系 我们是一家人哪 在乌森陷入危险的时候 你不也是尽力地帮我做了很多事情吗 明知道自己有危险却毫不退让 明明有家人也有同伴 却永远要一个人面对风霜 什么都想一个人扛下来 我敢说你肯定也没告诉夜行的人吧 你能不能改一改这个臭毛病 不要什么都说没关系 面对咄咄逼人的弟弟 郑手没有正面回答 他扭头就走 两手在后面紧追不舍 一把抓住了郑手的胳膊 却不料郑手将两手的胳膊推开了 可两手还不打算放弃 他真诚而坚定地望着哥哥大喊 我会改变 但不会变成你想的那样 而且如果为了保护重要的东西 我会冒险 必要是也会使用肮脏的手段 不要以为这是你的转力 郑手不想再听下去了 他转身就要走 却在转身的瞬间 一个重心不稳蹲在了地上 两手吓坏了 蠢才哥哥真的受了伤啊 郑手蹲在地上 十分沮丧地按着额头 我已经够难受了 两手你能不能消停一会儿 而正在这时 地上突然出现了一道空间裂缝 果然那奥九尼 又鬼鬼祟祟地出现了 郑手正气不打一处来呢 他凶巴巴地质问奥九尼 为啥把他家这个傻弟弟 带到这里来啊 是阴阳怪气地告诉郑手 其实你应该多谢谢我才对啊 你来的时候 也看到院子里的情况了吧 简直就好像地震废墟一样吧 那都是你弟弟折腾出来的 他要去单先生那里 我们不让他就爆发 开始疯狂拆房子 后来我们费了多大力气 才将他制住呢 你知道吗 要不然这块土地 就被他移为平地了 真不知道应该怎么赔偿呢 而听到奥九尼要赔偿 郑手立马正经地岔开话题 则问对方 为什么要向傻弟弟 透露自己的行踪 其意思显然就是说 奥九尼别想问自己要赔偿了 两人随后言归正传 奥九尼询问郑手 善六郎现在如何了 这时候郑手才知道 自己救下的那个人 就是善六郎 两手听到这个名字 也愣了一下 善六郎不是前几天 还来家里闹事的那人吗 郑手沉默了半想后表示 自己有话想单独对奥九尼说 奥九尼同意了 让郑手去他房间见他 至于两手 就先回家等消息吧 听到这话 两手不干了 他巴巴地盯着郑手 郑手无奈 只好让两手在这里等他 他告诉两手 自己跟奥九尼说完话 他就回来找他 到时候就听你的 在奥九尼的房间里 郑手席地而坐 奥九尼将善一郎的秘密 说了出来 善一郎其实是六个兄弟 合体形成的一个人 他用尽数将六个兄弟 勉强合成一体 换取非同寻常的力量 进而登上理会 最高干部的行列 可是他内心深处的愿望 依然没有达成 即便集合六人之力 也没办法成为正统继承家业 奥九尼看了看正手 表示他也很意外 他没想到善一郎会输 所以奥九尼决定 重新审视正手的战斗能力了 正手随后诚挚地 恳求奥九尼帮忙治好善六郎 他的身体是经过特殊改造的 所以夜行治疗组 无法顺利地治疗他的伤 可能需要将树的架构解开 才能救他一命 毕竟善六郎并不是 正手想要杀的人 他也是一个 无辜被舍弃的牺牲匹 奥九尼表示 自己可以治疗善六郎 不过需要正手答应他的条件 那就是在这段时间跟他联手 奥九尼打算重整理会内部的秩序 本来这个念头他想了好久 都没有付诸实践 可今天看到两手 无论如何也要去找哥哥 再加上正手诚心救助善六郎 奥九尼才下定决心 他被墨村家两兄弟年轻的心给感染了 这个计划如果有正手和两手的帮忙 想必是事半功倍的 与奥九尼交谈结束后 正手走出大宅子 就看到两手正孤零零地 坐在台阶上等着他 看到哥哥 两手眼睛里一下就有了光 兄弟俩正要回家的时候 却被奥九尼的手下叫住了 兄弟二人回头发现 后面几个白袍人 带着一个被符咒封住的大坛子 走了过来 两手有点搞不清楚情况 正手说 是他向奥九尼借的符咒师 只有他们才能帮忙给善六郎治疗 两手才知道 原来那个嚣张的善六郎受伤了 还是被自己哥哥打伤的 正手情绪有点低落地告诉两手 善一郎跑掉了 所以墨村家还有可能被连累 他觉得十分对不起家人 两手从来没有见过 一向强势的哥哥这么落寞 他于是十分心疼 却依然恶狠狠地警告正手 以后不要自作主张 弄得我晕头转向的 知道没有 听到弟弟的话 正手心情突然好了许多 他让奥九尼的人先送两手回家 自己还要去办点事情 临分别前 正手突然跟两手说 再见了 两手 日后说不定还需要借助你的力量 可以吗 听到哥哥这么说话 两手十分开心 那必须是当然的呀 这时候墨村家已经乱成一团了 两手已经失踪了六个小时 完全没有任何消息 影工厂和邱金秀 到处托人找关系调查 甚至已经求助到了细波那里 依然没有两手的下落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时 两手突然从空中出现 他正开心地冲着大家挥手之一 突然就被念斯缠住了 然后石英一个暴力拉拽 将两手摔在地上 石英一改往日沉稳温柔的淑女形象 几乎完全是暴力女本色出演 他一边捆着两手摔打 一边痛哭着埋怨两手 你去哪里了 都不知道捎个信回来 你知道我们大家有多担心你吗 你的学习能力是零蛋吗 黑芒楼那次的盗窃则怎么回事 你这蠢才 蠢才 两手此时自知理亏 也只能拼命低头给石英道歉 完全不敢反驳 终于等石英发泄够了 两手才灰溜溜地回到家里 在餐桌上 爸爸也在劝说两手不要太胡来 你的朋友们都多担心你啊 影工厂看起来高冷又傲娇的一个人 这次你失踪了 他急得上窜下跳的东奔西走 爷爷随后也让两手回头要好好跟人家道歉 当然 最重要的还是求得石英的原谅 两手没听爷爷和爸爸的话 他一直沉思 要不要将哥哥做的事情说出来 不过哥哥这次做的事情太过于胡来 说出来反而会让大家担心吧 在善家的另一个府邸 宽阔的水池中看不到人 却能听见七嘴八舌的讨论声 声音的主人 就是善家逃跑的五兄弟 这次计划失败了 没能将墨村干掉 以后一定有机会的 不过善一郎也提醒大家 不要目光短浅 只能看得到眼前的正手 他们的目标应该更远大才对 周人畅晓了一番美好的未来 他有人想起了那个冤重弟弟善六郎 大家真的就将他这么抛弃了吗 这个话一说出来 其他人赶紧反驳 那小子伤太重了 就算不抛弃也活不下来了 况且 他在兄弟中一直是最没用的存在 留着他只会拖后退 所以这次没了他 大家反而会变得更强大吧 这群冷酷的人三言两语 竟然就将最小的弟弟给舍弃了 还舍弃得理直气壮 好像全是善六郎的错 这就是残酷的现实 冰冷的塑料兄弟情啊 两手失踪的后遗 正在第二天显露了出来 第二天一早 他还如往常一样 打算跟石英一起上学 可今天石英却凑着一张脸扭头就走 两手想喊住他 却不料石英居然飞快窜上房顶 绝尘而去 两手感觉自己很受伤 天台睡觉的时候 两手委屈巴巴地 将自己关在结界里阴谋 自己明明都跟石英道歉了 为啥他还是不肯原谅自己啊 还在早晨抛弃自己 宝宝心里好难过呀 这一幕让尹公闪看到了 他强忍着心里的恶意 嘲讽两手 没想到 你是个娘娘腔的阴阴怪 两手也委屈啊 我都道歉了 为啥石英还是不肯原谅我 尹公闪告诉两手 如果道歉有用的话 就不需要警察了 所以你还是少做点腰吧 要不然连石英都想舍弃你了 你们兄弟俩还真是一样的胡闹 一个一生不想的跟傲九尼走了 一个闷声闷气的去找善意郎单挑 你们要想想留下来的人会不会担心呢 现在美希都气得罢工抗议了 两手得知美希这么忠诚的下属都闹罢工 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或许自己和大哥确实是有点过分了 两手赶紧转换话题 询问善流郎如何了 善流郎现在正跟傲九尼的扶手师 在小屋里关禁闭 具体情况还不得而知 短期内肯定是治不好的 尹公闪也很好奇 为什么首领会救下善意族的人 他询问两手 你哥在傲九尼那里 有跟你透露什么消息吗 两手沉思着大哥离开时的情景 他没有回复尹公闪 尹公闪将两手的情况汇报给细波 细波觉得 两手现在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才导致他冲动行事 为了安抚两手 他让尹公闪告诉两手一些边缘的消息 只要不涉及到核心情报就行 这样能安抚两手让他老实一点 于是这天放学后 尹公闪就将两手带到了 他们夜行在乌森的织布 看着平平无奇的房子 两手觉得有些失望 还以为会是那种神秘莫测 守卫森严的堂口 谁料竟然是一个破旧的公寓 这里由江田妈妈照顾大家的饮食起居 两手环顾四周 从窗户望下去 还是能看到一些不寻常的地方 公寓外的树荫下 放着很多利器 而房间内的墙角 还堆了很多睡袋 所以这个织布到底有多少人呢 两手正想着 突然听到一阵哼鸡声 从橱柜里传来 难道橱柜里藏着人吗 两手颤颤巍巍地爬过去 悄悄打开橱柜的门 就看到了在里面看手机的香田 隐公闪告诉两手 这里是香田的房间 虽然他不是乌森织布的人 但是因为香田的妈妈在这里工作 所以他也跟过来了 这时候 上面传来一个十分愤怒的声音 赶紧把门关上 光黄得我睡不着觉 两手吓了一跳 这才发现香田上面的格子里 竟然还有人在睡觉 这房子真是哪儿哪儿都藏着人呢 众人聊了半天 也应该进入正题了 看着隐公闪从书包里 拿出了教科书和作业本 两手一脸懵逼 为什么要拿出那个 你们不是要告诉我什么情报的吗 隐公闪也是一脸懵逼 我们找你来是一起写作业的呀 难道你不用写作业吗 两手的三观受到了冲击 隐公闪一个常年翘课的人 居然还说要写作业 难道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当一个好学生吗 在隐公闪和阿秀的看护下 两手终于乖乖地写好作业 三人随后一起往墨村家的方向走 两手憋闷地表示 你们不用送我了 隐公闪却说 我们没送你啊 今天石英邀请我们去他家吃饭 所以我们只是顺路跟你一起走而已啊 两手惊呆了 他们究竟啥时候跟石英关系这么好了 还被他当成好朋友 邀请到家里吃饭 要知道 我在后面陪笑脸他也不肯理我 凭什么呀 看着隐公闪和阿秀远去的背影 两手好委屈 他不能坐以待毙 一定要主动出击 于是在上夜班的时候 两手带上了自己的得意作品 超浓知识蛋糕 他将蛋糕递给石英 然后结结巴巴地认错 虽然自己现在还经常因为冲动犯错 可是自己真的在努力改正所有的缺点 这样的自己不知道 可否得到石英的谅解呢 两手都不敢看石英的脸 却不料 他突然听到一个天籁一般的声音 石英问 我现在可以吃了这块蛋糕吗 两手惊讶地抬起头 看到石英笑得弯弯的眼睛 太好了 石英终于原谅自己了呀 我是黑白 下期见 蜃 край 蛮